秋冬天就像叠穿腰 我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两期就是秋冬天的配色方案 所以我们这一期长了补靴 我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最近最爱的一些配色公式 让你们这个秋冬天 不过脑穿上就走 记得先穿后看更会穿哦 第一个棕色配条纹 我们先从棕色系开始 因为棕色系就是秋冬天的颜色 但像这种颜色 如果内搭搭到一个黑色 就会感觉我整个人很闷 所以我一般会选择这种条纹 但是条纹的元素 其实我也用了很多心思 就是我用了一个 比较深的一个条纹 然后用一个浅色去做过渡 所以这样子叠在一起的话 你会发现它比较有层次感 所以我下半身的裙子 包括我的所有的配饰 都在这个条纹里找颜色 所以我这样子整体 有细节有撞色 但是全部都是同色相 就看起来很和谐 如果你们不想搭条纹的话 那就简单的用我们 所有人衣櫃里都有的黑色 跟这种橘色调搭在一起 但是它这个特别妙的 就是这个袖口 你看它其实也是一个 撞色系的袖口 晚上一翻 然后全身上下 细节一点蓝提亮就可以了 这个配色是永远都不会出错 而且穿上去就是莫名的显年轻 又有气质的那种搭配 叠穿的话 我就是里面这个面料会比较软 然后外面我可以选那种比较硬的 因为我想要突出那种帅气的感觉 然后我就全身上下 都是用这个焦糖色去做提亮 就整身搭配就很简单 但是又很帅 如果你们觉得自己驾驭不了 就是叠穿牛仔的话 OK 我就跟大家讲 就是配色可以放在上下 上焦糖下牛仔 外套的话 你就可以调一个前卡奇色 就整个搭配 整个配色上身又很和谐 然后下半身这个牛仔又很好看 这个配色就好看 反正焦糖色加牛仔色 就是永远的YYDS 接下来就是黑加粉 这是我秋冬天用的最多最多的那种配色 因为粉色不仅仅是夏天可以用 你们冬天要用的话 就直接跟这种黑色搭在一起 然后我不是因为这个袖口 有一点点细节吗 我就把它稍微的露出来 一点点做撞色 这样就很高解采 用细节 全是上下都是一个同色系 内焦糖外生卡 然后下面是一个生卡奇 它的袖口也很特别 就是用的这种 就是浅灰色做的一个品阶 所以我这样翻上来的话 全身上下有细节 但是色块的呼应都刚刚好 所以这个就非常有秋冬感 这种深色的深咖啡色 还可以做撞色 就是跟牛油果绿撞在一起 你看你就直接加了牛油果绿 它们俩就有一个细节的撞色 但因为这个色相会比较暗 所以会比较就是挑那种 气质冷艳派的一点的女生 所以我下半身就搭了一个 就是不同材质的一个皮肤 这样子看起来层次感也会比较好 白色加红色 一般其实红色在秋冬天 看起来它其实颜色有点发生 所以这个时候要透显红色 要更红的时候 我就会用白色去搭 而且这个会比你搭黑色更漂亮 更抬你人的气色 然后下半身我就简单加牛仔 因为红蓝不是出CP吗 这个配色也是属于那种 有年轻感 但是又带一点裤 所有的穿搭方式 都已经给大家总结好了 所以秋冬想要穿的好 穿搭配色搞一搞 这边记得点赞哦 有啊 好怪哦